韓鮮舞的創筒李經典 歡迎您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好 今天自我介紹一下我們叫做李桑猛 那目前是韓國的金女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呢 就是大家應該早就聽到 我們第一次跟您邀請的 泰國王提侠的說明會 那講到泰國王提侠之前 我要去想一下就是 學生這麼多國家 我們都可以投資 我可以投資馬來西亞啊 日本啊 美國啊 節目在啊 或是說 我在台灣投資也可以啊 最近好像投資得拿錯 為什麼我要去看看 等等 這大家應該想的 那再就是 那去泰國買房子 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跟台灣比 跟其他國家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在這個檢報裡面 大概有十分多的時間來跟大家 簡單聊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件事情 第一個 股票 這個事情應該大家前期會 要看一下喔 前幾月 美國的時候 熔斷 巴菲特說 美國人八二十九歲 只見過一次熔斷 接下來大家應該都知道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 一直熔斷下去 那最近換了股票也好 可是 在我們一開始算一件事情喔 股票這個東西其實上下真的比較大 很多人他賺了股票 賺了很多錢之後 這些錢就要換到股票裡面去 不過有的人把大部分的資金 都變在股票裡面 因為變動跟工錢太大了 股票不要去賺錢 賺褒利 賺很多的錢 只要丟點光 一定可以賺到錢 但是 不可能把大分子 放到股票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放到股票 但是剛剛股票裡面 大家看 台灣現在股票最近 好像交易量變高了還不錯對不對 大家知道為什麼 台灣股票這地方也做到好險 大家不說疫情應該會變嗎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我們今年年初到現在疫情 對不對 你覺得疫情讓台灣房價掉很多的選舉手 對不對 你認為因為疫情 反而讓台灣房價上漲的選舉手 不會 你覺得價格沒什麼變動的選舉手 那你今天手不太後面舉的選舉手 好 你都沒解釋 沒關係 簡單講一下 這個東西眾說非禮 我聽到有的人跟我說 放鬆 你講的這個不行 台灣啊 跟我們家太不理事 跟那邊都不理 有的人跟我說 哇 現在好像一直漲的都買好 趕快來買 那我看到的數據是什麼 所有的數據 所有的報告是 交易量變很高 交易量的欠數變很高 價格呢 還好 真的還好 少多的地方 台南竟然漲很多 大概漲4%5% 然後 那個什麼 桃園有一些 台中有一些 但漲幅都沒有超過 大概就這樣 對不對 但是以過去起來 台灣這樣算不錯 為什麼台灣最半年 突然房市變好 然後 那個房價還可以上來一點點 就在這裡 降息 美國他們宣布 降息4 降到你利率 那請問一下 放在你剛剛都沒有利率 你還會把誰放一套嗎 不會 當你利率 你通過房價還低的時候 錢就不一定 要放在銀行裡面 那再來 QE 應該你說要跟QE 七千億美金 然後春風外又說什麼 沒有上限 這樣大家知道 為什麼房價會上漲 因為資金氾濫 你的錢 你不能放在銀行的 那要放哪裡 找電話放 你讓人是一個 基金給人是一個 但很多人 因為他會想找一個 保守安全的地方 舊化保鏡產業 但他放電一下 可不可以吧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焦量不錯 但大家想喔 保鏡我不是只看一個 泡沫 不是說泡沫 一個怪怪 就是 最近還有很多人 所以我就進來買 最近有很多人 拜託就不要進場 其實不是這樣子 你要去看所謂的基本業 我來問幾個問題喔 請問一下現在你台灣 我已經手部都來講 台北跟新北市的 豬心保護理 你現在有更高嗎 沒有 你國際來當還是很厲害 再來第二個 他幫幫房價問題 我解決 也沒有 房價勝貴 年輕人都把不起 這樣我再多給我 來 再起來 報告一下 七年幾歲 但是 你現在有辦法拿出個 1000萬出來 在台北買個三百 那 那要麻煩穿買地方 我 那是你家有想 我完全不用想 謝謝 其實我告訴大家知道 現在年輕人你要拿個 兩三百萬叫百萬 不太可能 但我們聽說月光族 你現在月光族 你現在月光族不是說 你都不存錢 什麼要發發發發 是月光族 現在不是 以前到月底 可以看好月光 沒有透支 很棒 因為台北現在開銷真的很大 所以你怎麼去想說 我在台北 因為台北還要能夠存錢 來投資 所以 包括家務 離地鎖成問題 沒有解決 對吧 再來 請問台灣管理投資 會不會有辦法 當房客不講房租怎麼辦 房客破壞你的房子怎麼辦 他惡意搬走房移 可能會變成亂 你不處理怎麼辦 你沒責 你能從法院 那台灣的法律 非常保護房客 保護房東 這些問題有解決嗎 沒有 所以台灣現在管理的基本面 其實並沒有比較好 只是因為資金何止 讓大家覺得 OK 有錢進行房地產 那同樣後面像 2009年 2001年 2008 我認為都可以 尤其是現在還有什麼稅 同地同一稅 你獲利了 有35%到45% 要交給證 至少可能都有20% 那賠錢算誰了 算你們又沒有 所以 你們要知道說 現在雖然交票變多 但是你不能只看電話 你還要去看台灣的基本面子 那為什麼要看看 我們來看這邊 那為什麼要讓我們保護房地產 我們先看喔 這個機構 給大家介紹的幾項 或是拍起來都可以 這個是一個全世界非常有權威的 一個智力的機構 它在分析全世界的保護房地產 所以我們回到這方面 有點缺點 租金啊 稅啊 各式各樣的報告 全部都有 那我們畫完畫完 我也給大家看 這個機構應該過絕不會過厲害了吧 它應該比我重點獎方更新對不對 來看喔 這對亞洲這些地方 在房地產裡面 哪些地方比較值得投資 它的屏幕是用星星來拿不住 星星越少越不值得了 星星越高越值得了 大家可以講 台灣在哪裡 等等 這也是台灣 我們只有一顆星 如果你去演這網站 你會發現 全球幾百個國家 來到一顆星還是很容易 沒什麼國家哪一顆星 你一定很糟很糟才會會死 中國也是 那看中間這個 毛頭暴 就是租金投暴率 毛頭暴 台灣因為毛幹事實上的下修 租金上來 所以目前大概 投暴率2.068 毛頭暴 還不包含你的關係費 你的每天的粉紅 不就地下稅 都沒有算 毛頭暴 所以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為什麼會去泰國呢 泰國在哪裡 下跌 四顆星 而且租金投暴率 5.13% 我們講這首都就是 半谷比台北 不是什麼 半谷比高雄 半谷比台南 首都對首都 然後再來看 投暴率 請問一下 在這個地方 你投1千萬進去 一年收入10萬 投在這邊 一年收入50萬 請問你要在哪裡 要跑到 對 當然一定是選投暴率 比較高的地方 這個沒有看什麼未來 這個是你看得到 摸得到的投暴率 很清楚 那再來下面 那這個是泰國的房價走勢 那房價走勢來看的話 它這邊是幾個淨滑區 你們只要看這個 虛線綠色 這個綠色虛線就好 那五中2002年開始 其實經濟波計劃還這樣子之後 大會的房價就是 羅文的馬上載 它跟其他什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越南等等 那種 比較爆發性的地方不同 那是屬於一個 它覺得穩定的地方 就有點想像說 可能菲律賓 在海底上是買股票 蠻起落 買半谷之後 真的比較少的一種 所以 當然了 它的檔埠結果 想起來比較那麼好 平均的話 它市中心大概7-8%的漲 那市中心上面跑偏一點 也在市區的地方 都很近 大概是5-8%的漲子 它漲子沒有像其他國家 特別多 也就是說 你現在進場 跟三文堂進場 真的有變貴 但是你沒有像其他國家這樣 漲那麼多 所以你有所謂的 漲力多這些事情 那我還在緩緩的 往上上升當中 這漲子很無論 那梁鐵的朱青 梁鐵的漲子 我再來看下面 泰國為什麼最近 還有這麼多人要去投資 它後續它怎麼發展 因為投資 我問大家 投資是看現在 是看未來 沒錯 是看未來 或者泰北 我們去轉迪花街就好 或者花錢最重要 那看未來有什麼東西呢 像第一個 半雅鐵路 大家有聽過嗎 大家一定有聽過 沒有聽過半雅鐵路 一定要聽過一代一路 對不對 中國大陸在講 一代一路 不管你選這個國家 小村它會做 一代一路 真的已經拖了好幾樣 而且呢 一代一路裡面的 東雅這一段 從東雄昆明南零天堅 已經往東雅 往南邊蓋 漫了兩年半 大概三年了 半國往北蓋 大概半一點多了 所以這個路線呢 在2023年會封城 2024年就會普遇了 票價每趟 1500萬元都訂出來 而這個匯德的總證 你看 整個東雅這麼多的路線 全都會有在漫 所以人家外上都會說 你想要打下東雷 先打下漫谷 都對了 那再來 除了這個大型建政制 還有一個 你知道國內的建政就是 捷律線 大家看這個 是漫谷的舊捷律 2016年前的捷律 各位去漫谷 大概也只會這幾個捷律 但你們想知道 漫谷捷律外 會變什麼樣子嗎 看這一張 這一個就是 漫谷之後的捷律線 秘密把它像東雅一樣 但我會建議 雖然捷律線 會蓋越出去 可是漫谷 因為它是個底鱷的地形 所以招律不能很多 底鱷會蓋很多房子 招律盡量比較厚 要買 來四周十 來四周 如果你會會變的話 就買舊捷律線 就好了 雷射射線 還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泰國四點 這個拉點比較陌生 我講一下 其實大家以前 讀泰國一家 大概就是農業啊 工業啊 等等的 很多都說 泰國產業是不是就是 觀光啊 中道理啊 騎著腰帶大象啊 不是騎大家帶的腰啊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 我的刻板的印象 泰國的工業 跟情況其實很強 尤其是它回家的 現在的科技四點 要把很多的產業的升級 還有做一些很多 新的高科技產業 所以你會發現 之前中國跟美國 打到一旦的時候 很多的工廠 簽到 都沒有 往越南跑 往建筑站跑 很少你太多跑 為什麼 因為那些 勞力型代表東西 去讓我們不適合 讓我們他們 在吸引的使用 在高科技 這樣就不會落入 無所謂的 中所謂的限制 大家有聽過這個文字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非常多的 基本的基礎建設要做 比如說協定講到 拜達鐵路 我捷律 泰國還要幹高鐵 還有很多大大小 都要去做 所以現在段谷 不管是 國際建設 國內建設 還是基礎建設 全部都在提升當中 那整個這個計畫 可能會做各時 一直做各時 那再來 泰國還有很多的建設 一般你去聽普通的說明文的話 他們都可以給你介紹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這一些建設 我們都不說了 你可以再對待會兒 就是有興趣的地點 問問看我們同等 哪邊有三塊的建設 可以帶來這個介紹 那再來下面 很多問問啊 你們中間講的 那麼好聽到 有辦法幫助 其實曼谷出租率很高 不過講還是 蛋黃區 蛋黃區 蛋白區比較好 那我們看到 蛋黃區出租率 總是他怎麼來的呢 像這個 我們這一份的數據報告 是來自泰國的CPR 全球四大盒 這個數據就很久違了 聽看到 蛋黃區裡面 蓋出來的網址 跟需求 平均的付出率 在九成 很少低於九成 也就是說 你不要把足跡看太高 你不要不能 架具架具都負進去 你的網址就是 擔心不可食物資的料理 這是很正常的 那再來 很多人都會擔心 會負起過程 其實蛋黃區是越蓋越少 怎麼看呢 我們聽一下這邊 生育是很像成年了 是蛋白區 我們就不看了 可是看前育 生育小小一點點的 這個就是 半股市區每年公斤量 平均幾乎都是佔一萬戶以內 這只有幾年 不到我六千戶 這是半股市區 而且大家都知道 半股這個城市已經很老了 兩百多年了 沒什麼地了 大家現在去那邊 光光會看到很多 舊房子 排房子都是那一種 大陸土地又佔了 所以現在土地 蓋了一個少一個 你就會發現 現在在市區裡面的 新界賣預售 越賣越貴 現在在泰國新的房子 幫我拿了一個 市中心的 1.90萬 100萬 起床是土通價 我們要賣 1.120 130萬 當然 這個算法是不含公社 不含成為 不得用台灣邏輯去算 用台灣邏輯去算 你大概要打個七折到六折 因為泰國公社 不算錢 都是正常守的 那再來 為什麼泰國的租金 都沒這麼大賣 這麼好賣 這麼好賣 到底是憑什麼 其實在於他們人口需求 記得買房子 就三個重點 人要越來越多 而且這些人要越來越有錢 最終就是房子越蓋越少 那房子越蓋越少 大家看到了 人口有沒有越來越多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 全球那個聯合國追付 9.2010年到2020年 人口 現在就能夠 加上自我追付 然後 總分多數 萬古有1400萬人 市中心裡面大概有800萬人 大家知道台北市有多少人 你們知道嗎 台北 萬古市 萬古總共1400萬 請問台北市有多少人大賢 這位帥哥 你沒有最近 你有沒有概念 三百萬 有點接近 那你覺得 四百萬 四百萬 四百娛樂館 給大家報告一下 台北人口大概200多 亞大哥大概40左右 不含人口人口 所以你看喔 一個萬古市區的人口 大概密集地 是台北3到4個 去過萬古過來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台北一點都不擠啊 對吧 尤其大家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人的量很多 但我都會擔心說 台北這麼多年來 有什麼政治狀況啊 我們這樣就往下去 對不對 給大家報告一下 台北不管今天 我任何政治狀況 還是水渣 還是任何狀況 然後這樣 一路再往上 一路往上去 沒有因此 任何於實現 讓房地產 跟租金跟基金 往下做錯的 照理來講 任何於狀況 應該入到房間 往下掉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沒有 就是要讓你 基本上很強 這個法規的建權 就是它可以來去炒作 就是慢慢慢慢往上上 那再下面 我們到泰國去買房子 那應該要怎麼去購買 那簡單講一下 就是貨買房子 那貨買房子 那貨買房子其實並不複雜 像我拜託這麼多國家 你會發現 全世界在買房子 做建房子都差不多 比方說大家今天 一到天早 入溫度差學 千萬不要相信 在台灣的基地 你都到泰國去 否則你會去 我一個人來台灣 剛剛有跟一些 對比人聊過 很多台灣人 會拿自己的關鍵去 最後都出門 所以先找我專業的公司 阿比蘭 有專業訓練的人 下學 然後解完之後 確定有喜歡的房子 喜歡的房子 用買之前呢 你可以選房 然後 付訂金都是選房金 因為它訂金都是直接付給建造的 不能退 就恭喜課程教 選房金是你選回去之後呢 也有兩三天到一週的時間 太介面了 你可以回去想一下 這幾天內 你是第一所有的貨管者 那貨管者量 如果你確定要買的話 就能力經 假設貨管 覺得房金全對朋友 索訊費的公司處理 然後再來 七天內付托情況 泰國的貨管很簡單 貨管一次 回管一次 等於 中間沒有貨管 都貨管一次 所以貨管貨管之後呢 你會簽約 接下來大開客也是 因為我們進入收入 有大幫教育的時候 就像上午 有些被淘汰的地方 我們有教育 教育業務最重要的處理 然後貨管 接下來就是貨物達學狀 這幾個流程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你要做得很簡單 就這邊過去開個戶 回台灣貨管 搞定 剩下所有的雜事 我們都是要建造在處理 然後 就進行我們的租租管理 有時候幫你找租客 然後我們家居家店 租客進去之後的管理等等 都是我們自己在做的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其實並沒有非常重要 那今天關於泰國的一個警戒就到這裡 我們後面會有幾個高中陰的案件 的售價跟大家分享 那桌下跟大家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其實我常講喔 千金男孩早知道 假設 莫君各位 十年前有在家裡買的房子 二十年前在大陸買的房子 三十年前在家裡買的房子 到現在 基本上你應該都會轉秀 因為你早買在市中心 買在一個大城市裡面 房地產超級買都是長的 所以房地產市 越早買會越好 那就建議大家 越早買越好 然後選一個地方 然後跟我們共生一起接賞 過來一起獲利出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